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股市下跌的时候它跟着跌 但是美国股市反弹的时候 澳洲股市却依然没有能够返回 在昨天虽然在中国数据好于预期的帮助之下 但是澳洲股市在最后的两个小时之内 被四大银行的下跌所拖累 最终导致收盘的时候依然是下跌了0.2% 收盘是收在了5227点 这也是创出了过去90天以来的最低价格 那么昨天中国方面虽然经济数据是好于预期 但是A股总体上来说依然是保持不变 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的幅度 仅仅只有0.05%至0.1% 几乎还是在原地踏步 而且昨天是险些再次跌破了3000点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今天上海还没有收盘 但是目前价格仅仅只有3002 距离跌破3000点 目前仅剩三个点的距离 再来看一下昨天欧美方面 那昨天的欧洲和美国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调 欧洲方面跌幅在0.5%左右 而美国方面则几乎是全部吐回了周一的反弹 周二晚上周一是上涨反弹了1.5% 昨天刚好是下跌1.5%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产品非美方面 欧元英镑 向另外向加拿大元 以及向澳元 昨天对于美元的汇率均出现大幅下跌 同时黄金价格小跌0.6% 但是石油价格则大跌了超过3%以上 那么今天在我们热门话题里面 我们先来说一下 澳洲本地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个产品 就是澳元 那在过去的几周我们看到的澳元的价格 从过去对于美元接近于0.78的汇率 几乎是直线跳水的下跌 那这是不是和美国的加息有所关系呢 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上周四说到节目 节目里说到澳元的汇率当时还是在0.775 那对于人民币差不多是在5块1毛2左右 海外人民币 现在不到一周的时间 澳元下跌幅度接近于400个点 差不多每天以100点的幅度下跌 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呢 现在也是跌破了5 那应该来说 我在过去的两年的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反复强调 对于资源货币尤其是澳元来说 影响其三个关键因素呢 就分别就是中国的经济情况 美元加不加息 以及最后的铁矿石价格 那么这三个原因呢 我们知道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 就像是既那个著名相声演员于谦的三大爱好 是抽烟喝酒烫头一样 我们要牢记住澳元的三大因素 是中国美国和铁矿石价格 那么我们通常呢知道 在小时候学过写一篇议论文 要写好一篇议论文呢 老师教过要除了这个讲道理之外 要摆事实依据 那么我们现在到分析金融产品的时候也是一样 除了要看基本面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讲道理之外 还要摆出技术面 也就是图形走势趋势等等 这些讲事实的方面 来服役论证 因此在我们看澳元这个情况之下 依旧 惯例是先来讲道理 三大因素里面呢 中国因素 虽然并没有出台更多更坏的消息 但是在上周闭幕的G20峰会上呢 中国提出 中国的钢产量 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 预计下调幅度为10%至15%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中国的钢材在未来两三年之内 不会增加更多 那么用钢 出产量下跌 毫无疑问呢 这个原材料的进口需求也会同样下跌 我们以最好的打算来说 铁矿石价格的进口量 在未来几年之内 不会增加 至少是不会增加 那么美元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是像这个唱二人传一样 简直是今天哭明天笑 一会儿说要涨 一会儿说要跌 但是 这样呢 是不是也似乎说明了一个现象 就是美联储自己官员的内部 都还没有统一意见 对于要不要在9月份加息 就是下周三的会议上加息 目前并没有达成一致 如果我们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那么下周三的会议上 加息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少 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方面 就是铁矿石的价格 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的是 对于商品货币来说 其原本的标的物 比如说澳洲是这个铁矿石 加拿大呢是石油 这些标的物的价格 是影响这些货币最大的因素 没有之一 就是最大的因素 应该说铁矿石价格的走势 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的经济 或者中国的政策保持有密切联系的 因此换句话说 中国因素和铁矿石价格 捆绑在一起 构成了影响澳元走势的最大条件 那么在现在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从技术上来看 这个铁矿石价格 目前是最高价 今年到过50块钱 现在从过去上周的 大约是46.8 不是上周 8月初46.8 下跌到了现在只有39块钱 真正是下跌了20% 因此铁矿石下跌了20% 我们可以看到 这澳元的价格 也从0.78附近 现在是直线下跌 跌到了0.75以下 那么在技术上来说 澳元和铁矿石这两个产品 都已经双双跌破了 关键的日线级别支撑线 这样来看 即使我们保守一些 假设以我们经常说到的三天为例 如果在未来的 昨天是第一天 今天第二天 明天第三天 在周四的晚上之前 澳元和铁矿石价格 不能回到日线级别之上 那么未来的走势 将非常的不堪设想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呢 昨天也是跌破了 这个日线级别之后呢 现在似乎在5150得到了支撑 还有一点小反弹 但是现在距离真正的反弹级别 依然是非常之远 我们今天可以参考的挂单价 可以考虑在5295的价格 挂单买入 这是保守式的 激进一些 今天的买入呢 不提倡激进 卖出呢 同样两种选择 激进一些 在5192的价格挂单卖出 保守一些 再往下 在5150跌破 就是创了更低的新低之后 再去在5145 留五个点的余地 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澳元 那刚才说到 澳元也是跌破了日线级别 如果在未来两天之内 上不了0.75 那澳元未来走势 麻烦可就大了 现在价格呢 虽然是0.749 距离只有10个点的距离 但是呢 距离我们保守一些 一小时通道线 0.756 足足还有70点的距离 所以刚才说到 现在呢 如果我们参考 要买入的话 两种设想 第一种 激进一些 75之上买入 留10个点余地 7510挂单 如果你保守一些 要上了一小时通道线 就是在7560的价格 挂单买入 卖出价呢 则可以统一考虑在 0.7440的价格 挂单买出 再来看一下石油 石油价格呢 总体来说 现在在过去的两三天 依然是在45至46块8 上下一块8毛钱的范围内 来回 从图上的趋势线来看呢 石油价格目前 也没有回到上涨趋势中 因此我们需要等待 或者说你可以挂单 最好的保守一些 挂在交叉点上 48块6毛钱之上 挂单买入 但是你如果你要卖出的话呢 尽量可以在近期 就是过去几天价格 就可以作为参考了 过去三天的价格最低 大约是45块1 我们可以设定在 45块1毛钱以下 比如说45的价格 挂单卖出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价格 黄金现在走势是如此之乱 应该说每天不是大涨 就是大跌 让人看了是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我们整体来说 应用相对于比较保守的策略 以保守式为主 买入单可以考虑 在1330的价格挂单买入 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再往上一些 在1332再去进场 卖出价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激进一些呢 可以在1315的价格挂单卖出 而保守一些 则要再跌破了1310以下 就是再多5块钱 可以考虑在1309的价格 挂单卖出 那最后投资者 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到了晚上6点30分 英国方面会出台 他们的平均时薪 以及失业金申请人数 再往后面看 到了晚上7点50分 澳洲的央行副行长 将会发表讲话 再到了晚上12点30分呢 美国会发布 每周一次的原油储量数据 因此今天晚上 对于英镑 对于澳元 以及对于原油产品来说 走势会相对波动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